你看这个床弄的 我伤心了 我伤心 我伤心啊 我等下铺下床 姐姐去学校会回来看你的 星期六 下午他会给你视频 给你打电话 然后过几天 还有半个月多月吧 就中秋节 他也放三天假的 还得回来 是吗 但是爸爸 国庆还要两个月 国庆那早着呢 国庆都星期六 星期六 会给你视频了 你今天吃饭的时候 还在跟我斗嘴呢 斗嘴给斗嘴 现在想着你明天要上学去了 很少回来了 他就舍不得 别哭了 他想你 他舍不得你 我都说了 今天是星期六的时候 会给你打视频的 我相信了 我这么感人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我又上大学了 咋办了 他上大学又回不来了 妹妹刚刚说给你三块钱 他仅有的零花钱给你 没关系 我不要 你让他自己去买吃了 自己买吃了 我不要 他给你的 他只有这么点钱 不用 我上学了 我上学了 刚刚在那边就跟我哭 嗯 还有一晚上 一个晚上 现在才七点多钟 所以明天 还十二个小时 不急 不怕 不怕 哦 没有 没有 我伤心了 姐姐会回来了 我军训走的时候 你怎么没哭这么严重啊 这回真的开学去 很久了嘛 稍后他知道你 军训回来还要回来吗 我走了 你又不会咋样啊 我想你嘛 他说他看不到你了 我平时上初中的时候 也就晚上在家呀 那每天至少能看得到 没关系 我星期六给你打视频的话 你也能看到我呀 他也当面看到你 到时候就爸爸开车送你去 姓六姐姐 一下午是放假的 半天 对啊 半天在 我们中午开车去 你去看他 一下午还可以待着来 我们晚上回来 不是吗 哦 他啊 明天 我家橘子要上学去了 9月1号 要开学了 两个人都开学 然后呢 姨呢 是我打算在手机上给他交费 明天他就把暑假作业 送到学校去 就行了 跟他奶奶一起去 然后我跟他爸爸呢 送去 明天报名 姨今天就哭了 舍不得 天天 之前 姐姐去军训的时候呢 她就舍不得 天天想 姐姐怎么还没回来 还几天回来呀 想姐姐 这回来待了两天 然后明天就正式去报名上学了 9月2号正式上课了 姨就舍不得了 哭了 刚刚洗完澡 哭得进去 我心怎么了 她就哭 她说舍不得姐姐 她说明天就看不到姐姐了 她会想姐姐 前两天橘子回来的时候 她就准备好 吃了在家里 等姐姐回来了 姨说橘子呢 上高中以后呢 然后上大学 然后出来 她说以后见到姐姐的机会是越来越傻了 她一想着就难过了 她很舍不得姐姐